台湾的光头就变成不是一个造型 因为我那时候经历的那个时代不被认同 时代再变 现在光头的定义已经变成暖男欧巴的那一种 我是光头 不过正当大众的焦点 都放在聚军业身上的西准 台湾Loco光头小马女子军 也悄悄出现在狗仔哥哥的视线里 是说小马当天的装扮和聚军业 倒是有87%的相似度 老婆就是对于你的光头 她是不是也喜欢你这种光头重感 超面的 我太太大概就因为我这个光头 不好看吧 有没有光头比较有魅力的八卦 看下去就可以知道呢 28日下午 她和老婆小米手勾着手行走在街头 外面高温30几度笑两口 还不愿意放弃肢体接触 如果恶者不是真爱 什么才是真爱咧 就算走着走着 老婆一个不小心落后 小马还是会停下脚步 回头追踪老婆大人的位置 结婚7年还保有热店的感觉 这个画面太珍贵 麻烦请各位 传给各位 给一些恐慌的单身狗一点点希望 那今天我们要稍稍给你的态度拿出来 充气态度keep going 小两口的脚步也keep going 正当狗仔哥哥好奇 他们到底是要走到哪个天涯海角 终于目的地滴答 来到电视台附近的停车场 快步走向169万的迷你 Cooper 拿完东西转头闪人 最后在一起任命的回到摄影工准备上工 我不知道演艺圈能做多久 那现在都要讲流量变现 我在演艺圈有知名度的时候呢 不管是其实现在不只是艺人网红 知名的人物名嘴 都在想办法把自己延伸到很像年线 是怎么样拓展自己的收入 互说怕各位不知道 肖马其实是位艺术家来着 这三幅画的作品的意思呢 就是拿掉拿掉你的面具 脱下你的假面 Be Real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回真实的自己 那希望能够把我小时候的这种 看过的动漫啊 看过这些所谓的IP啊 把它放在这个画里面 拿到里面看看 那这个呢 是这次也是比较特别的作品 还有两幅 还没有拿出来 那这个呢 你仔细看 它也是疗鱼涂鸦 有恐龙啊 有狗啊 有什么的 不一样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 它里面有个米老鼠藏在里面 米老鼠的框框藏在里面 那我觉得我画画应该是不会停 对我个人而言 那有展 有人愿意来邀我展 我就展 但是对我而言 我画画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兴趣 我必须要画 但是有一点点 有一个声音一直推动我说 你可以往更专业的地方来走 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我可以尽情地创作 娱乐动新闻 下次可以安排三人合体吗 军伦 麻烦了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